其實我有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這個重要的問題是 到底我一個人以一人之力 是怎樣振興經濟的呢? 其實我想知道的 老實說我想問一下 到底我怎樣可以一人之力振興經濟呢? 我問你們 我問你們我用什麼方式 可以靠我一個人振興經濟的呢? 如果我做保安 我做一個保安 我怎樣可以振興經濟呢? 如果我做一個校工 我怎樣振興經濟呢? 如果我做一個TA 我怎樣可以振興經濟呢? 我想問大家 你們給我什麼意見 我到底應該做什麼呢? 才可以振興經濟 才可以振興經濟呢? 其實我 我最想問 我做的士司機可不可以振興經濟呢? 就是靠我一個人 我就算打份工 以我一人之力 怎樣振興經濟呢? 你們說到國家經濟 世界經濟在衰退 那我問你們 你們覺得 我一個人可以做到什麼呢? 我想知道 我做牧師可不可以振興經濟呢? 我做總統可不可以振興經濟呢? 對嗎? 如果我 如果我坐特朗普的位置 做美國總統 我可不可以振興經濟呢? 對嗎? 那我現在就問你們 我到底做什麼才可以振興經濟呢? 我做農夫可不可以振興經濟呢? 我做武術家可不可以振興經濟呢? 我有很認真的問題 我做環保科學家可不可以振興經濟呢? 我做獸醫又如何可以振興經濟呢? 我做哪一行才可以振興經濟呢? 是不是說我做黑衣呢? 全世界人都會跟我一起做黑衣 所以 如果我做 如果我做勞動階層的 我在地盤那裡 搭爬 爬上去 在高空作業 如果我做勞動階層的 我做南嶺的 我怎樣振興經濟呢? 我現在很認真地問這個問題 你們不斷說想要我振興經濟 那我問你們 你們想我怎樣振興經濟呢? 你們想我怎樣振興經濟呢? 為什麼我要振興經濟呢? 你們不外乎兩句說話 第一句說話 就是 第一句說話就是 家庭和責任 我說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就是 我的 同類 不是 我的家庭就是 這個世界的Natives 這個世界的Natives 都是我的家庭 就是什麼? 植物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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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 人類 真正的人類 這個世界的人類 這些才是我的家庭人 這些才是我的家庭人 不是只有一個 不是只有我媽媽大了 也不是只有我弟弟大了 就算我媽媽和我弟弟都不是大了 因為諸神既然選了我去做一件 大事 他是要我救所有的人 救動物 有時候同學會死的 那沒辦法 就是好像說 好像說 要為了生存 麥敬天責適者生存 你們要吃他 但我大致都是說 I save the whole species 就是好像有些人說 有時候 一些人保衛國家 那些人保衛國家 是要殺人的 他保衛自己的國家 有時候有些間諜 有些間諜 有些害群之馬 在這個國家裏面 以前那些古人 就判死刑 殺了他們那些人 那沒辦法的 老實說 他是要殺了這些害群之馬 你出賣了自己的國家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 保家衛國 我對家的概念 不是說 博愛 真的 但我不是完全博 你知道 這個世界 這個時空的人類 這個世界 這個時空的動植物 我保他們 真的 我要解放他們 不可以讓另一個未知世界 一班人 即是 另一個未知世界 多重宇宙裡面 不知道在哪裡 有一班人在那裡 投票 來決定這個世界 這個時空的人類 甚至乎 可能是動物 植物的命運 都可能在那邊 那些 不知道什麼 不明生物 不明的高智慧生物 在那裡掌控我們 我說這樣叫民主嗎 他們的民主 就好像什麼 好像說 我說過 我說過給你們聽 好嗎 美國政府 民主 全民都可以投票 去決定誰做總統 但是 你想 如果他們全民投票 是決定一個中國人的命運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第一 他都不是美國人 他不是這個世界的人 他不是你的宇宙的人 他不是你的世界的人 他不是你的時代的人 他不是你的時空的人 他是另外一個時空的人 你憑什麼 越權去管治這個人 我想問 Am I within your jurisdiction 那為什麼我不知道 所有的法律 你要清楚表明你的法律立場 即是你所有法律 即使基本法都是 那些人讀基本法 人是要知道 成文的規矩和法律 不可以玩暗示 是吧 不知者不罪 你直接了當明顯地 寫到明有一堆規矩 是吧 有規矩的 你不可以這樣 我認為這樣是不對的 是不合邏輯 以及不道德 你不成文的規矩 你不讓別人知道 要玩暗示 然後還要混淆視聽 是吧 而且你沒有理解 為什麼要立這條法 是吧 就是我問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要用你的搞民主 去管治這個世紀 這個世代的個人命運 是吧 那不是兩回事 你們就算 整班人一齊 民主 我當你 你們就算 整班人一齊來 是 投票 決定特朗普做總統 那他也是做總統 你都去決定他做總統 他做總統 即是他管治你班人 in a way 但他又沒有去到皇帝那麼大權 你只不過是這樣 你們沒有說大家一齊 我 我講的比喻你聽 很搞笑 你想想都知道不合理 他們這個政府 根本是不可以這樣做 真的 不應該這樣做unethical 他不尊重人類 這個世界 這個時空的人類 就是怎樣 就算是時空警察 就是叮噹那裏 時空警察都沒有那麼大權利 時空警察只不過是 飛過來 然後捉一些 在這裏的時空犯罪者 例如是 在未來世界下來這裏 然後用他們未來世界的知識 科技等等 來犯罪 來掌控這裏的人類 或者來到這裏傷害這裏的人類 或者是動植物那些東西 總之搞亂當 破壞歷史那些東西 他要是未來人 通常都是未來人 就來到過去這裏犯罪 我說了 你們應該抓那個hacker 真的那個hacker 根本是未來世界來這裏犯罪的 你們一定要抓他 知道嗎 真的 怎麼說我 我有什麼錯 我抓到這傢伙 不什麼 心懷不軌 搞到我們沒有 沒有私隱 沒有自尊 沒有自主 沒有自由 真的 還在監控我們 現在又說什麼不放人質的 他們根本是不符合道德標準的 對嗎 你想一下也是 我們大家一起投票 我們一起投票 決定特朗普 應該跟誰結婚 應該跟誰離婚 要生多少個子女 你會不會這樣做 你想一下 大家便便辯論一下 我們一起辯論一下好不好 我們一起辯論一下這樣好不好 我們決定我們的皇帝 或者我們決定任何人 他何時生何時死 他怎樣死 決定他病死 八十幾歲 三十幾歲 還是一百歲才死 是不是 連你的死期也決定了 連你的死因也決定了 真是很離譜的 告訴你 真的 你不死就到你死為止 連你信的什麼信仰都要他們決定 真的 真的 你不准你出家 你什麼時候結婚 跟誰結婚 生多少個孩子 全部都是 那些人有決定的 根本是離譜的 是不是 你們最好聽我指定 我是解放你們的 你們至少要知道 有這件事發生著 是有其他 上位生命體 在決定我們現在的命運 真的 而且不到我們說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其實你是沒有自由的 你是不知道 你以為你自己有 其實你沒有 我現在就是幫你爭取 你要知道 你有得選擇 可以選擇 你沒有得選擇 然後被人逼做奴隸 是一件事 你有得選擇 自己去做奴隸 那就有勞性 是不是 你自己決定 其實說真的一句 沒什麼所謂 是不是 我不打算踩你 不過你不要逼我 是不是 我的責任就是 要救世 救世 不可以只說 這麼行為 只是我媽媽 只是我弟弟 怎麼知道 現在救你靈魂 讓你自由 知道嗎 還在阻礙我 真的 我媽媽 我媽媽和我弟弟在阻礙我 你也傻 是不是 為什麼要阻礙我 當然是因為他們疾道 他們疾道 這個世人動物和植物 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這個時空的人類動植物 那些全部都是有這麼重要嗎 你的上帝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我媽媽不是就說 她要做 她要取代耶穌的地位 她要取代這裏所有的地位 她才是最大的 她是我生命的中心 這樣是偶像崇拜 是最大的偶像崇拜 真的 我說我不認同 我不拜這個神 是不是 那些人 你孝到 有時候 余孝真是 拜父母為神 我不拜 是不是 我不拜 因為他們阻礙 他們阻礙我 我的偉大使命 你們說我不偉大也好 諸神選了我 在這一刻 揭穿了某些事情 公佈了出來 一定是有原因 我只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我要堅持到我找到所有答案為止 堅持到我找到所有答案 如果再能夠破解 就更加好 是不是 所以不要說為止 堅持到找到所有答案 然後破解 那怎麼辦 永生 永遠都解不開 迷傳 我是這樣 你們說過路也好 我說過路也無所謂 過路也無所謂 就算斷手斷腳 整身 就算是全身癱瘓都好 我說我不管那麼多 犧牲了所有事情都好 我媽媽當我說的東西是垃圾 她一向都是這樣說 她說你寫的東西是垃圾 這樣跟我說 這是你的女兒 這是你的女兒 你的女兒有恩賜 你不單止 不認同她的恩賜 還要打同她 世上所有人都相信 唯獨是媽媽最深硬 我說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我不會擔憂 有什麼好擔憂 I hav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對嗎 我對的是天地良心 就算你罰我 就算我現在馬上死 我都堅持到底 堅持到最後一秒 真的 要殺就殺 不要那麼多廢話 不要想在這裡嚇我 又怎樣 嚇到我哭了 我理你都傻 對不對 我要解救這個世界的 所有生靈 這個時空 這個時代的生靈 不可以讓那些時空犯罪者 逍遙法外 對